另外要为您报道 面对民进党在大台南市的整合危机 党主席蔡英文昨天晚上南下 跟现任台南市长许天才 肯谈将近两个钟头 民进党发言人在会后表示 许天才说只要党有需要 他愿意为赖清德辅选 不过许天才今天面对媒体的时候 却有不同的说法 他表示赖清德目前情势大好 要不要他辅选现在还言之过早 民进党大台南市长选举 出现整合危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天晚上 暂时放下他自己新北市长的选举 前往台南灭火 跟台南市长许天才单独会谈 将近两个小时 民进党表示最后许天才向蔡英文说 他会参与复选 许市长也对主席表示 如果民进党需要他出来 包括投入复选的工作 许市长他都表示愿意 只要主席跟他交代一声 他都很愿意出面来投入 这个复选的工作 不过今天许天才在接受媒体查证时 却表示复选不重要 目前言之过早 许天才也对于外界一直传闻 他要脱档参选不悦地说 有人帮他写剧本 他不一定要按照剧本也 现在他需要的是民进 许天才也提到他与蔡英文的会面 虽然蔡英文有针对他的意见做笔记 但他不认为也不相信 蔡英文有正视这些问题 许天才认为蔡英文或许有能力 让民进党赢过国民党 却无能为力来提升民进党政治文化品质 看来民进党大台南市长选举的整合危机 并未完全解除 记者张琼 陈宝罗 台北台南